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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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京探望纪家 纪小兰的原配马夫人向朱子颖介绍了纪汝吉的精神状态不佳 朱子颖便提出要带纪汝吉回山东散散心 马夫人当即就同意了 纪汝吉跟随朱子颖去了山东泰安府 过上了一段游戴安府 过上了一段游山玩水的无忧无虑的轻松日子 不幸后的一天 纪汝吉从有人那里见到了聊斋志愿的超本 一下子就被其身吸引住了 当时聊斋志愿尚未堪行 纪汝吉看到的也是超本 因为爱不是手 便也不分昼夜的超路起来 那段日子 纪汝吉心无旁物 整个人都沉迷于聊斋志愿的故事中 读完超完聊斋志愿的大小故事后 她还试着模仿着写起此类戒谈胡说鬼 智人智怪 来表达人生理想的作品起来 纪汝吉的变化 让纪晓兰很是担心 已致远着新疆 游在万里之外给她写信 尊尊讯会她如何处 视作人 也许是太过痴迷 也许是身体有痒 契汝吉就在此时莫名其妙移命归西 年仅二十五岁 多年以后 纪晓兰在粤威草堂笔记中 追思汝吉词音 认定她是读了聊斋志愿 勿作其可救 竟沉沉不返 以契于亡 可见 在纪晓兰心中 对蒲松陵极其聊斋志愿 是多么痛恨 其实 这与蒲松陵何干啊 此时的蒲松陵早已过去多年 她才这是真正的躺枪 王尔若即以前龙甲子生 又颇聪慧 读书未多 极能做巴比 以又绝于香 诗稍稍至诗古文 尚未识门敬也 惠于从军西域 乃自从诗设才是有 遂不从公安静领两派入 后依诸子颖于泰安 见辽斋志一抄本 识事书尚未可 又误度其可救 竟沈轮不返 以契于亡固 威乐草堂笔记 借主及房写的狐贵故事存识者不多 现摘入二则已想同好其一世人某 欲待妙之还永庭 时已深冬 北风盛景 雍奴夜作 冷不可知 乃基竹就简 既诀 建成陈旨破处有光 一枝 披衣前喜 就破处审视 建一美妇 长不满二尺 紫衣青金 捉红缕 鲜瘦如指 寄作十世庄 方一火吹饭 造堂一短足己 己上悉情盈然 因念此壁胡也 正宁世间 忽然一体 复经 触己登附 遂无所见 小喜 破成陈世之 黄泥小道 光节异常 铁府大如碗 饭有味如也 小喜情道之几下 永恒狼藉 为真火处止不然 殊可怪尔 其二 泰安寒生明明其 旧家子 夜一 长银夜喜马富人家 忽见树武之外 有巨人常识于杖 生乃素侯 娇傲敬过 相去咫尺 及挥边鸡之 顿缩至三四尺 短发蓬环 壮极丑怪 唇闻嬉屁 格格有声 生下马驰边竹之 其行还指 寒山地上 一泼酒 继而伸缩至一尺 而首大如刺不胜在 待遇颠仆 生且行且竹 治病者家 乃不见 不知何 怪也 吻 杨范卓亭说 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范卓亭 杨范卓亭 字幕志愿者 杨范卓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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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范卓亭